大家好,我是Den 最近两年在韩国最红的综艺节目 应该就是Trot歌手的金眼节目 Mistro跟Mr.Trot 这两个节目对海外K-POP粉丝们来说 可能会有点生疏 但是在韩国 真的是红到只要打开电视 就能看到该节目出身的歌手们 而目前Mistro第二季也是以高收入力在播放中 不过,昨天有位网友在网上爆料 出演该节目获得人气的女歌手 Jindale 自己的事情 1月30号 一位网友上传了自己的毕业相册作为认证后 爆料了歌手Jindale的过去 20年前 我的加害者现在正在出演Mistro2 原本以为我已经忘掉了那些事 但是看到那张脸之后 所有记忆都重新浮现 仿佛回到了那个时期 不好好打招呼就被打 几分钟之内不到就被打 没有理由也要被打 一开始只打脸 后来怕被发现就开始打了身体 然后还常常要我趴着 用鞋肩踢我肚子 有时候被踢后真的会无法呼吸 非常痛苦 打我的时候只要有人经过 他就会搭着我的肩膀后 强迫我笑 有一次在教会的小巷子踢我肚子的时候 站在旁边的家 挨着朋友哭着对他说 这么踢他以后不能怀孕的话怎么办 他回答 那种事不需要我们来管 之后继续用脚踢了我 不只是这些 还常常让我们去抓五只蚂蚁来 抓不到的人要被打 让我们在刘花梯上面表演 淘汰的人要被打 甚至还会让我们做平平 做到兔为止 周末之前 他常常会拿走我们的零用钱 但是看到他在节目上说 从中学时期开始就打工赚钱 真的是太傻眼了 抢同学的钱说是打工赚钱 新概念的打工吗 在这个爆料刚引起争议的时候 锦达类的所属公司在网上留言 散播不实谣言的人会报警调查 逮捕后会把灵魂都给抖出来的 人要开始红了就会出现这种谣言 已经向警方报案了 这种事情应该由法院来判断 但是没过多久 所属公司正式发出声明表示 跟本人确认了事实 锦达类本人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正在反省中 想要亲自去找受害者道歉 并且锦达类将会负起所有责任 退出Mistro2 现在时代变了 你在学生时期做过的坏事 总有一天会托你下水的 真的不要为了一时的优越感 而毁了你的机会 千万不要让未来的你 讨厌现在的自己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月份出生的idleman 2月1号 P1 Harmony Soul NCT Do Young TWICE Jihyo 2月3号 Super Junior Ghyon Dreamcatcher Kahyon Golden Childe Jihyo 2月4号 Ni Ju Liu 2月5号 Cravity Jung Mo Tomorrow by Twitter Taehyun Ig1 Kim Minju NCT JiSung 2月7号 Signature Sun Icon Kim Jiroan 2月8号 Infint Namuhen 3Kids I& Icon Song윤형 2月6号 NiPhone 정원 Chungha NCT Johnny 2月10号 Idal의소녀 Kim Lip Apink Sonnaun 소녀시대 Su Young Redweb의 슬기 Super Junior C1 2月12号 Lovelyz JiSoo Blackpink Roze Golden Childe 2대열 Uwa Uyeon WiAi Jang대연 17Dino 2月14号 NCT 재현 2月16号 Sinwa Eric 2月17号 CIXYongi 2月18号 17Bonon Dripping 김동윤 TREZOR 소정환 17도경 방탄소년단 J-Hope 2月19号 NCT 정우 2月21号 Mama Moussola Redweb의 Wendy 2月23号 The Boyz Cabin Golden Childe Kim동윤 2月25号 Astro Lucky 2月26号 CIX斯文 B2B 창售 21CL 2月27号 NCT 10 NiJu Nina 2月28号 Ace同婚 Amplane Yu Hwai Seng SF9 Yu Taeyang Ace同婚 Ace同婚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Bye Bye